好 鳳羊娃說點你 我看到了 鳳羊娃跟你說一聲 嗨 這個報紙的幾個頭條重點 我們為您抓了出來 在台日的執政黨 民進黨 自民黨 在昨天首度執行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 雙方都認為台日要持續交流及合作 其中海巡應有管道交流 將會把會談的意見 帶給各自的海巡部門 而至於軍事交流 也談到了相關的觀點還有意見 也將各自給國防部門來作為參考 不過我們來看到我們在國內的部分 反萊豬公投綁大選 真愛藻礁重啟核四 四項公投案將在12月18號投票 藍白昨天是不約而同的舉行了記者會 宣布重啟公投的節奏了 國民黨主席將啟程定調 年底四項公投是對民進黨政府的選票革命 呼籲全民對民進黨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而民眾黨立委蔡碧如 邱承遠則是說 將啟動公投環台走一回 宣傳兩好兩壞的主張 對反萊豬護藻礁兩公投案都投下贊成票 首戰將會在9月4號在金門來登場 而我們看到呢 在昨天大家討論的沸沸揚揚的 聯合報的一篇報導之後 就開始衍生相關的訊息傳出 NCC在前天原本要對著深色已久的台書科 禁電視新聞台 由外部的評審委員會進行的是試審出審 但是呢 卻傳出了外審委員的意見遭到外洩 評委要NCC先調查清楚再說 年代也使得禁電視案暫停審查 NCC發聲明強調資料外洩內容是有誤解的 將會在9月試審 但知情人士說 如果這個問題再不好好處理的話 不要說9月評委以後都不敢審了 我們來看到國發會 在昨天發布了7月景氣對策信號連六紅 但是綜合評斷分數比上個月還減少了兩分 不僅為今年2月以來的最低分 還瀕臨紅燈的下限 而且領先同時指標持續下跌 外界也預期8月燈號恐怕會變燈 降維是代表景氣吃熱的黃紅燈 國發會強調主因是因為去年的下半年 基期比較高 但看好疫情趨緩之後內需又會回穩 認為國內的景氣依舊樂觀